优扬的小婷琴乐声在教堂里响起 仔细一听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奇异恩典 正在演奏的小婷琴手陈柔芳 从小跟着教会的乐团慈善演出 希望借由音乐帮助更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印象最深刻的就有一次是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乐团到澳洲布里斯本 去帮那个南苏丹他们募款 当时候我其实很感动是因为看到当下面的观众 其实有大部分都是南苏丹的这些人民 他们其实物资不丰富 可是他们却很真诚地把他们的歌声流露出来 然后这点让我很感动 也让我非常谨记在心 就是觉得说未来我一定要用音乐这项才艺 去帮助更多的人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能够完美演奏一曲 其实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过程 光线亮丽的一面 可是其实在背后我们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练习的 所以就像我们手指头 你看看到别人都可以有很漂亮的手指头 可是我们手指头都会有剪 然后我们脖子上也会有拉琴的痕迹 我觉得帮助别人远胜过于这一切 所以我很开心能从事这样的慈善一言 定运的是充满爱的柔芳 有一对全力支持的爸爸妈妈 家人全力栽培希望借由上帝的恩典 也能让孩子成为散播爱的种子 上帝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 然后也让我能够有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产业 生下柔芳 然后后来他觉得在小提琴这一块非常的有兴趣 那我就是尽力栽培他这样子 上帝的爱就是这样 他不受国界也不受这些就是距离的限制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会友 我们的教友在这些他经过这些栽培这些孩子 他们可以慢慢的在这当中也是一种学习跟成长 教会弦乐团到各个国内外偏乡做公益 用音乐为弱势族群注入爱的能量与关怀 柔芳在今年的11月22号下午的两点半到四点半 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厅 有一场小提琴读奏会 这次的读奏会是为南高雄家福中心来募资款项 有兴趣参加慈善音乐会的民众 可以到文化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张世民 潘一新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